台南有一間新開的茶飲店叫招和制茶 現在被點名了 從外觀logo到飲料品項 怎麼都跟另一家是連鎖茶飲 八藥和茶非常類似呢 而且呢像是容易混淆 那麼現在就有消費者質疑說 明明標榜是南投自由 有茶園這樣的品牌的是招和制茶 不是要致力推廣台灣茶嗎 為何自己一點台灣元素都沒有 而對此業者親自回應了 除了已經向智慧菜菜區申請了註冊商標之外 也會調整菜單品項的名稱 那目前另一個在台灣在台南 有兩間門市的八藥和茶 則白雲說了 以政財取勢法律途徑為由 不對外來回應了 招和制茶招牌的高山金軒 是南投民間自由茶園出產的台茶27號 原來取名為金軒207 因為爆發爭議 因此改名也更換菜單 台南青年錄這間招和制茶開幕才不到一個月 就在網路上引爆話題 因為它從外觀色調裝潢到菜單跟飲料品項 都跟八藥和茶非常類似 我覺得其實有點像就很容易誤會這樣 對 我也覺得蠻像的 就是除了圖案不一樣 其他色塊什麼的都蠻像的 來看看民眾覺得很容易混淆的原因 比較外觀 兩間茶飲店都主打白色為主色調 再看兩間茶飲店的logo 都是黃綠配 使用黑色字體搭配日文 它就代表我們的太陽陽光的意思 那下面呢會有幅度打下來的呢 就是我們掌握的部分 那我們綠色的部分呢 就代表我們台灣的土地 那也同時代表我們的自由茶園 而菜單上的品項 茶瓶都是以兩個中文字 加上三個數字命名 就有網友直言 哇 青年路開了八藥嗎 招和制茶是啥 取名都用某某一二三 甚至菜單甜度冰量設計都很像 甚至有網友酸說 我覺得好笑的是 標榜要致力推廣台灣茶 結果品牌風格全是日系 菜單也在抄八藥 一點台灣元素都沒有 針對我們這樣的商標 現在是不是也在註册當中 整個年我們已經有 跟我們的滋味奶奶 這邊我們有在一種流程 招和制茶解釋 目前已經在向智慧財產局 申請註冊商標當中 而目前在台南 有兩間門市的八藥核茶 則是採取法律途徑 希望維護自身權益 將雷同品牌帶來的衝擊降到最低 記者楊文華台南報導